因为我们的主题叫做 如何善用10天长假弯道超车 那这个主题其实很有趣 那是很多书友有跟我交流 他们交流到说 这个10天的时间 那到底要怎么规划会比较好 因为很多时候就有点担心 那这个10天很快又过去了 那好像过了10天 只是多吃了10天的饭 多睡了10天的觉 好像没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就会觉得有点可惜 那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有问我 我是会怎么规划这样 那因为问的人 真的人数是有超过一定的数量 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可以开一个 在线上直播来跟大家来交流 那或许对大家接下来准备要放年假 可以有一些的收获 首先呢 我觉得想要先恭喜各位有年进来的朋友 因为我觉得你们真的太棒了 为什么呢 10天廉价还要弯道超车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主题 可能就觉得说 我老娘都要放假了 我还管什么超不超车 我好好睡觉 好好玩到爽就好了 我何必管这么多 所以呢 各位会有想要知道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相当不容易 我记得我在以前可能十几年前 我大概 其实都放假 就只是想着怎么样 电影看到宝睡到宝 加上吃到宝这样 根本不会想说有什么规划 但是当然出了社会段时间 加上觉得有一些的使命 跟有一些的任务想要去完成 其实就会更加的珍惜时间 所以呢 我们就来进入这个如何规划的部分 首先我还是很鼓励大家 第一个步骤 这个步骤 大家绝对没想到 我会怎么说 第一个步骤是 我希望大家规划 睡觉 我觉得太多人就是 在过去的时间里 都没有好好睡觉 所以就会导致说 这个反应很慢啊 然后常做一些蠢事 所以说蠢事就是 我们在精神不好 又头脑转动不起来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做一些决定 是让我们会付出更多代价的 比如说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可能就是 一整天就是熬夜 然后很晚才睡 隔天又要上班嘛 所以你大概就睡五个多小时 然后就去上班之后 你很累 但是你又不能睡 所以你就要就是假装很努力 然后又要就是一直想办法 让自己提神 那当然也让自己提神 很多人的方式就是 靠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 然后吃高热量的结果是什么 会更有精神吗 当然不会啊 你只会更累而已 然后更累 然后就是更不爽 然后当老板来跟你讲话 你的态度也不是很好 那老板对你的烤鸡也不会太好 因为光看你的态度就很不高兴了 然后结果你的案子也做不出来 然后做事很没效率 然后又得罪同事 然后甚至客户 可能对你有些不满 然后回到家就觉得说天哪 我今天衰爆了 所以呢 我今天要好好犒赏自己 用的方式就是继续熬夜 各位你有觉得很熟悉吗 如果我刚刚讲的过程中 你觉得好像在讲你 各位那我就真的是在讲你 但是线上这么多的人 我不可能知道你们所有的状况 所以呢 我只想鼓励大家 第一个是我想要鼓励大家 可以好好的规划你的睡眠 那睡眠怎么规划呢 当然也不是大家所想的 就是所谓的就是一口气给大家睡到一个很夸张这样子 那我给大家一个很科学的一个数字 这个就是我们的睡眠时间要计算1.5小时的倍数 那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其实那个我们正常的周期呢 1.5小时会跑完一个周期 所以如果我们的睡眠呢 是有1.5小时的周期跑完的情况 我们起来就比较不会累 所以呢 1.5小时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睡6个小时 睡7.5小时 睡9小时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1.5小时的倍数 那当然鼓励大家 不要就是低于6小时 但是也不要超过9小时 所以呢 6 7.5跟9 就由各位来做决定 那当然好不容易放假 对不对 当然我觉得可以的话 你就规划9小时 就是好好的睡9个小时 那刚刚讲1.5小时周期 这件事情是非常科学的 这有一本书叫做为什么要睡觉 它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一个图示 会告诉你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一翻 所以呢 大家知道吗 如果你睡9小时 跟睡9.5小时 以及跟睡10小时的话 其实睡9小时是精神最好的 反而10小时是最累的 因为你9.5小时或是10小时代表什么 代表你走了下一个周期 然后你还没走完 你就起来 所以你就会觉得爆累的 所以各位鼓励大家 年假你也可以好好睡觉 尽情的睡觉 没有人会剥夺你的睡觉时间 但是鼓励大家 就是9小时的部分 接下来鼓励大家在规划什么 规划玩乐 大家一定觉得很意外 不是说要弯道操作吗 怎么一直叫我睡 又一直叫我玩这样子 因为好不容易放假了 如果我们今天一开始 就从很硬的开始规划起 你就会不小心进入一个心态 这个心态大家一定要写起来 叫做受害者心态 当你觉得你被剥夺的时候 通常的下场就是 你会想要报复性的拿回来 如果有人剥夺你的食物 好久没东西吃 突然眼前有东西 吃到饱的时候 你会怎样吃 狼吞虎咽还是细嚼慢咽 一定是狼吞虎咽 所以各位 当有人想剥夺你 而你进入受害者心态的时候 你通常都会报复 那个报复通常 要承担这个代价 也都是自己 所以鼓励大家 一定要有意思的 让自己脱离受害者心态 所以我们一开始 先来规划好玩的 对自己好康的事情 这是我在心理学上的一些策略 提供给大家参考 所以第二个玩的 鼓励大家可以规划看看 有没有人很久 可能你超爱看电影 但是你很久没看电影了 那怎么办 OK啊 难得廉价 你就可以好好规划一下 要看什么电影 所以甚至你可以先排好 你可以先排好说 这次的廉价大概要看哪些的剧 哪些的电影 这样子 那当然一样 苦励大家就是 事先有做规划 你比较薄的是报复性 或是觉得说 完了完了 我再不看就没得看 所以你只要先规划好就好了 OK吗 接下来 除了可能看电影 玩乐的部分 大家就可以去规划 可能有些人是 跟家人玩桌游 或是一些玩乐 其实你规划下去都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太over over到会让自己 可能有一些的伤害 不管是身体的伤害 或者你身心里的伤害 那其实我觉得就OK 那最后一个叫什么 规划陪伴 就是可能有些的时候 你可能很少的 陪伴 有机会陪伴家人 或是陪伴你家的宠物 那当然其实这些的陪伴当中 我最推荐的其实是 能不能趁这十天 好好陪伴自己 你有多久 没有好好陪伴自己了 你知道那个陪伴自己 不是只是发呆而已 那个陪伴自己 是问自己 还好吗 有没有什么 自己很喜欢 很不错的地方 有没有什么 你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如预期 那不如预期的地方 那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有机会突破吗 还是我要放弃 这个自问自答的过程 其实很重要 这个也是我在近 大概三个月当中 我一个最大的成长跟突破 我开始习惯跟自己对话 我把自己当自己的教练 我把自己当自己的好朋友 我把自己当自己的这个陪伴者 就是我会一直问自己问题 问自己问题的过程中 其实我后来发觉有很多的收获 所以这个陪伴呢 我鼓励大家 好不容易放假十天 但是呢 十天的过程中 我也希望你能够空一些时间给自己 千万不要就是 硬要排各种的局 各种的这个会面 然后把自己嘎到满 嘎到比上班还累 那这样子 你根本真的十天过后 你觉得天哪 就是我都没休息到耶 然后又要上班了 那是不是很痛苦 所以第一个就规划这个 就是先以这个睡觉 玩乐 以及陪伴的部分 你都可以先规划下来 当这些规划下来之后 我相信他绝对不可能 占用你十天 二十四小时 他一定 会占用一些时间 但不会是全部 那接下来第二个 我鼓励大家 你能不能就是每一天 你自己一些时间 做第二件事情 叫做探索自己要的是什么 甚至呢 你也可以在这个时间去做复盘 所谓的复盘 这个是围棋的一个术语 就是围棋高手 他们在下完棋之后 他会跟对手呢 把这个刚刚下的这个棋 慢慢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往回回复 然后互相讨论说 这一步怎么下可以更好 或是这一步下得漂亮 或是这一步真的下错了 我可以怎么下 所以围棋高手 他们是透过下完了之后 一步一步把棋子拿回来 一步一步去讨论 跟对手一起讨论 一起成长 所以复盘这个概念 其实在近期被大量的 运用在我们的这个 帮自己年度目标 以及就是盘点 过去的一年怎么样 那我觉得这个方法 真的很好 因为如果你没有检讨 就有点像是 各位你去考试 你一直没有定证 你一直没有人跟你讲 哪边错哪边对 那你在考第二次第三次 甚至考500次 你的成绩当然是差不多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对来错 所以你当然用一样的答案 腾上去 所以各位 如果你总是在设定年度目标 但是你从来没有在复盘 那真的鼓励大家 这样子真的很猛汤 因为你通常明年设定的 就会跟去年差不多 但是说不定有些地方 有些关键点 是你没有去好好复盘 其实是不知道的 那当然其实复盘的 另外一个关键是 其实你要找到一个 能够帮助你的人 去跟你讨论 然后给你建议 因为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一个盲点 就是自己是看不到 自己哪边可以做调整的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 其实在第二件事情 就是你要探索 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 去讨论 检讨说过去的一年 我发生了哪些事情 发生不如玉其的事情 就要问自己 那我为什么会让 这样不如玉的事情发生 如果可以逆转 可以重来的话 那你会给自己什么建议 也就是现在的你 给五个月前 你可能当时发生 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现在的你就给 五个月前的那个自己 给他建议 如果可以重新调整 可以重来的话 你会想要怎么做 或去避免这个危险 或是避免这个挑战 或者是能够突破这个瓶颈 所以这个过程 我跟大家分享 其实很有趣 每次过年 我通常都透过这个 长时间的休息当中 我都会有很大的收获 而这个收获 就是如果家人看着我 他会觉得我好像就是坐那边 也就是也不知道在干嘛 我打开的电脑 我好像也没在看影片 也没在打字 我就是一直看着 就是电脑 然后打开的是 就准备要写笔记这样 我就是在去年过年的时候 这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时候我决定说 好像可以搬到台中 那为什么突然想说 要搬到台中呢 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台中啊 我就很长时间一直跑台中 我就想到说 我为什么一定要住新竹 好像没有为什么啊 我工作也没在那啊 那就是与其这样 那我干嘛不就是这么喜欢台中 我就直接搬来就好了啊 那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听了就是说 啊对啊 对啊 你有需要在新竹 担了十年 然后才搬到台中吗 不用啊 其实我觉得我早就 可以搬来了你知道吗 但是就是因为 没有长时间让自己沉淀 去跟自己对话 我就会习以为常 走原本的老路 做原本的工作 住原本的地方 吃原本的东西 那个生活形态 都不会有想要改变 因为我们落入惯性 所以当时真的就是因为 10天的年假 我就在问自己说 诶 有没有什么 我或许可以更好 有没有什么变动 可以为我带来更多的好处 所以那时候 我真的觉得此生 其中一个很重要 我也觉得很开心的一个决定 就是搬来台中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台中 所以大家可以运用这个 好不容易有沉淀的心情 不要把自己塞满 你要空下时间 问自己 你要什么 所以一直问自己问题 现在有人就跟我说 可是哲未 我在问自己问题 没有答案怎么办 其实各位 我相信大家 不一定是没有答案 而是你可能不确定 哪一个才是答案 所以呢 我鼓励大家的是 你可以问自己问题的同时 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写下来 你不用管到底是哪一个 你只管的是哪些是有可能的 就把它写下来 把它写下来过程中 你可能会很发散的 写下很多东西 但是这是好事情 因为所有在帮自己复盘 跟规划的过程中 就是要先发散才收敛 太多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急着想要收敛 根本完全没有发散 所以发散就是 开始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写下来 而收敛就是硬要赶快有一个结论 所以真正的结果 是先发散在收敛的 但是我看到很多 他之所以没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 是因为他一开始不在收敛 所以导致他心急着想要赶快有结论 因为他觉得浪费时间 所以各位 我想鼓励大家 很多时候你很多事情没做好 你知道不是你能力的问题 是因为你对时间是很焦虑 你是很匮乏的 讲白话就是你一直觉得你很没时间 你觉得你很忙 你觉得我不想浪费时间 你觉得很多的鸟事情 小事情 你不想要浪费时间在这边 但是各位你知道吗 很多的小事 你不去处理 到最后他就变成紧急的事情 而这个紧急的事情 到最后 你处理他的代价跟成本 就远大于他还是小事情的时候 所以鼓励大家 当如果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拿掉这个对时间的焦虑 也就是要告诉自己 我是有时间可以处理这件事情 那拿掉时间焦虑怎么做呢 我其中一个我最喜欢的做法 叫做Time Boxing 就是时间相形法 相形时间法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设定出来 有些任务你要做的时候 你就切一整个时间给单一个任务 比如说如果我现在要做年度复盘 那我就会评估 我可能需要一个小时 所以我这一个小时当中 我在做年度复盘 我就只会做年度复盘 我不会那一个小时做年度复盘 又听Podcast 然后又就是跟LINE 跟人家聊天 然后又就是在看书 这样不会的 因为我过去尝试过了 从来没有好结果 所以我常用的这个相形时间法 就是你设定一个时间 只为一件事情 而且直到把它做出结果为止 这个效果超好 所以我真正会有产值 跟有效能的 都是来自于这个相形工作法 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试着去切割时间 只为一件事情 而不要让自己在分心 一直滑LINE 滑IG滑REEL 这样子会让你的时间被拿走 以至于你就会时间匮乏 当你时间匮乏 时间焦虑的过程中 你就会不愿意 老老实实的把事情做对 你只会想要有效率 你只会想要做快一点 但是呢 大家有发现吗 就是 做快一点 有效率这件事情 不如你直接做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不要从来就是最快 不要从来就是最快 所以事实上 我们应该要做的 不是做到 而是做到位 这个就鼓励大家 一定要这样子 去不断的问自己 所以你在发散的过程中 你也不用担心 不用紧张 因为这个就是你的蓝图 或许这就是你 2023年的一个功课 也是你的一个策略方向 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老板 你一定也会替你的公司 去规划 去经营 接下来2023年 你要怎么做 你想要怎么去规划 那么各位 其实你也是自己的老板 你在经营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名字 就是你的名字 所以事实上 2023年到底要干嘛 是你完完全全可以做决定的 第三个就要提醒大家的是 当我们结果不预期的时候 各位 通常结果不预期 都基本上 都跟一个东西有关 叫做能力不足 结果不预期 基本上都跟能力不足有关 基本上都是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与其在抱怨 与其在觉得很自卑 很受伤 我们不如想的是 那么既然我知道我能力不足 那我要怎么把它补足 这才是重点 其实很多人在问我 这一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会说 我真的觉得很自卑 或者有些人会说 我觉得很愤怒 我常常说 如果你有自卑感 你有愤怒感 其实我反而觉得不是坏事 因为代表你在乎 如果你完全摆烂不在乎 基本上我认为 你可能完全感觉都没有 所以当你有自卑感跟愤怒感 或是任何 你可能觉得 比较负面的情绪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让它 变成一件好事情 如何让它变好事情呢 就是我们不是 现在自卑情节当中 而是学会运用这个自卑感 它转变成我们的燃料 推进我们进步 也就是所谓的绊脚石 让你变成垫脚石的概念 自卑感如何运用呢 就是自卑感是来自于 你理想的自己 跟现实的自己有落差 那么我们应该想的 不是假装不在乎自己的梦想 假装不在乎自己的目标 假装不在乎自己 想要活成什么样子 我们应该要想的是 那当中的能力差距 到底在哪里 我如何补足 这才是真正能够让自己的自卑感 推进自己前进 所以自卑感这是人人都会有的 你并不孤单 你也没有那么特别 因为每一个人都一定有这个自卑感 但是关键来了 你运用自卑感 你是让它前进 还是用自卑感 让它当借口 始终不前进 这就是你是3%的人 还是97%的人的最大的差别 如果你能够让自卑感成为你的动力 成为你的燃料 那么恭喜你 你就可以进到社会的前3%的人 如果你一直用自卑感来给自己借口 让自己裹足不前 那么你就会成为97%的一般人 所以自卑感跟愤怒感 我认为是好事情 我甚至不希望你急着赶快输压 把这个感觉弄掉 因为你可能就会不思进去 甚至你可能觉得好像舒服了 那就没事了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 都一定有想要前进的动力 如果太满足太安逸 它反而是一个灾难 因为你满足现状 就代表接下来会有更辛苦的地方 可能等着我们 我们要怎么去补足 关键 要去找出你在能力上的不足 有哪些是你觉得 如果可以学起来的话 那蛮关键的 所以就把它列下来 列出所有你觉得 可能要补足的能力 那么列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看看 这当中我们可以优先 从哪一块去学习 去解决 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个情况是 你在列的过程中 你甚至连自己 实际上缺了哪些能力都不知道 那也没有关系 那鼓励大家你可以透过阅读 透过学习的当中 试着去找到方法 但是我要强调 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能够找一个懂的人 能够帮助你去找到 你真正的癥结点 以及清楚告诉你 你应该要怎么学习 有什么资源 甚至哪些书 是很关键的 我们都同意一件事情 全台湾全世界 每一个月都有无数多本的书 一直在出版 也就是我们可以清楚知道 我们书是永远看不完的 但事实上书也不用看得完 书的重点是帮助我们 前进跟成长 所以我们重点是 如何帮助我踏下一阶 很多时候为什么 有些人觉得读书没有用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看的书已经是 后十阶的东西了 但是你的重点应该要想的是 你怎么样从第一阶跨到第二阶 当你这时候 已经在看第九阶的书的时候 当然对你帮助不大 甚至你觉得不接地气 然后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你就会觉得很沮丧 觉得很困惑 甚至觉得原来学习没有用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所以鼓励大家 你在复盘的过程中 找到你认为 你自己能力不足的地方 并把它写出来 然后再找到解决方案 是跟别人学习呢 还是看书呢 还是什么样的方式 其实都可以 所以鼓励大家 就用这样的方式 那大家在写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用这种 累积小习惯的概念 大家不用突然是 把自己压得太紧 事实上比如说 我刚刚有讲到阅读这件事情 阅读的话 如果假设你过去是没有 培养阅读习惯的 那我蛮鼓励你 能不能这一次10天的年假 你也不贪心 也不用多 你好好挑一本书 然后好好的把它看完 至于要挑哪一本书呢 挑那个当下最需要 你最想要补足能力的 那这样子的话 对你在年后 不管你可能是转职 或者是到了新的工作 新的环境 会对你的这个成长跟工作的优化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建议 另外也鼓励大家 就是虽然是10天连假 我也希望各位能够去 规划一个东西叫学习 不只是读书 你也可以听 Podcast跟YouTube 那这一次的这个连假当中 我会把很多的书籍 都转换成像我今天分享上去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所以其实没有意外的话 这10天当中 各位一定都有学习的资源 我先不管别人会不会这样做 但至少我就会大量的 一直把我近期看的书 一本一本输出上去 所以我相信对大家来讲 学习的资源绝对没有问题 因为光是这10天 我就会产出非常非常多本书 给各位这样子 那再来另外一个叫做累积人脉 各位我鼓励大家 难得有10天连假 其实有时候朋友跟朋友之间 之所以没有联络 真的是因为真的太忙了 有时候下班连睡觉都不够了 大概也不容易能够彼此交流 但是10天连假 大部分的朋友们 其实都是有时间的 那你就可以趁这个机会 好好的透过这个过年 跟朋友说一声新年快乐 甚至打电话给他 问他最近还好吗 就这样的过程中互相累积人脉 然后听听彼此最近的状况 甚至可能可以交流一些 工作上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人生上的事情 或许你会因为这个过程 开启了自己很不一样的人生 因为过去我们之所以会那么单一 之所以会不太知道自己 可以怎么样前进 那是来自于因为我们总是 没有跟别人对话 我们没有跟别人交流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遗管亏天 我们就像井井之外一样 我们总以为世界就如同 我们现在看的样子 如果你是坐办公室的 你就会一直以为这个世界长得就像你办公室那样 事实上完全不是的 这世界非常的大 所以鼓励大家可以趁10天的这个廉价 可以好好的跟朋友联络 好好的跟朋友相处 然后去跟他们做交流 其实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人都是活在每一段关系里 事实上如果你能够在关系的建立当中 持续保持一定的热度 甚至能够让自己成为人脉当中的一个节点 也就是你可以成为彼此祝福的一个对象 甚至你可以让彼此的一些能力 可以互相的共享 共创一个很好的局面 这个就是我们在人脉的建立很重要的地方 我对人脉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定义 这个当然在坊间很少看到有书会提到这件事情 但我的定义是这样子的 我认为真正的人脉是 我有帮助到你 我才会认定你是我的人脉 不是我认识你 或者是你认识我 这叫人脉 我认定的是 我有帮助到你 我才觉得你是我的人脉之一 所以当我的心里都是这么想的时候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不管认识谁 不管刚认识 还是认识一段时间 我想的都是我如何帮你 因为我认为 如果我们今天就只是见个面 吃个饭 在酒吧认识 我不认为那代表什么 就算我们交换名片 那又如何 我们没有任何的信任 我们也没有提供价值 而如果我们能够先当那个给予者 先当那个提供价值的人 而我们不是要让他求马上的回报 然后就是用以物换物的这种概念 不是的 我鼓励大家不要成为索取者 也不要成为互利者 你应该要成为给予者 因为世界上金字塔顶端三%的人 其实据统计 全部都是给予者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为何不照着统计出来的数字 跟方向去做事呢 所以鼓励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给予者 试着去想 我可以给眼前的每一个人 给我的家人 给我的好朋友 甚至去像今天大家听的这个线上直播 那大家也可以试着练习看看 那我可以给责为什么 我就是这样想 我就看着线上有这么多位 连上来 我也是看着你的名字 虽然有些人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也在想 这半小时 我到底能够带给大家什么 因为我不想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希望能够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圆满 非常完美的十天的廉价 所以就是基于这个心 我在准备这些内容的时候 我都是在想 到底什么是最关键 到底什么可以帮助到大家 就是这样的起心动念 就让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充满热忱 各位今天连线这个线上直播过程中 我相信应该没有人是支付费用的吧 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那个人 就是减你钱 记得跟他要回来 我们今天就是免费让大家听的 但是就像这样的过程中 那为什么又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呢 原因很简单 我希望我能够给予价值 我希望各位也能够成为我的人们 就是让大家一起共享 共创美好的这个结果 这才是最棒的一个概念 因为我每个人能力都一定有局限 但是如果这个我还不擅长的东西 而刚好你擅长 或许你就可以帮到我 想法来说你不擅长的事情 我可能擅长 我也可以帮到你 那这就是人脉非常美好的地方嘛 所以就非常的鼓励大家 以上这些的事情呢 我们就可以在10天的廉价当中 好好规划你的睡觉 玩乐跟陪伴 并且好好地规划 问问自己 自己要的是什么 去复盘 看看2022年 哪些地方你真的觉得做得很好 那我们2023年继续做 那成功关键是什么 也把它找出来 另外2022年 如果有些地方真的做不好 甚至遇到一些不好的人 或是不好的事情 一样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找出来 那么2023年 试着如何避免 再来就是 结果不预期 都是能力不足的写照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10天 想想 我应该如何补足这个能力 让我们结果 如我们的期待 如我们的预期 那运用这个累积小习惯就可以了 那最后的提醒就是 可以累积人脉 想的是我如何帮助别人的这样的心 去跟别人沟通 去跟别人联络 去跟别人相复 我相信你 只要心念一转变 你就会成为人脉当中的节点 甚至人脉的关系当中 大家都会很喜欢你 那这个年假当中 其实有推行了一个新的服务 那这个服务是在年假之前 其实就有一些创业的朋友就问过我 能不能跟我约 就是一堆咨询 那这一堆咨询过去 我其实蛮多都是推掉的 原因是因为时间不够 那但是这次的年假 刚好时间是非常充足的 所以这段时间呢 我推行一个就是 这个顾问咨询的服务 你可以把你的所有过去 不管是创业还是就业 然后你所有做的事情 跟你的一些习惯 不管是阅读习惯 运动习惯等等习惯 还有你可能发生哪些事情 跟你接下来的规划 你都可以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跟我分享 我会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一个一个带着你看 哪边可能我们可以调整得更好 或是哪些事情 一辈子再也不要做了 因为它的绩效很低 透过这个顾问式的咨询服务 希望可以帮到各位 能够把这个你的2023年 做一个非常精准的判断 我在过去做这个咨询当中 跟大家分享一个 很神奇的事情 其实大家通常都犯了一个毛病 就是想做的事情太多 很多的事情是一点效益都没有的 所以通常我在这个顾问咨询服务当中 我就会能够帮他精卷筛选出 八二法则哪些是最关键的事情 他做可以产生最大的结果 那这个顾问咨询服务是两个小时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私讯我 或是在询问可能带你来的朋友 那今天的这个线上的交流就到这边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很愉快的年假 那大家也记得好好休息 很开心的享受这个过程 那也期待大家在十天的年假过程中 其他人都是玩了玩到疯掉 但是你透过这十天年假选择弯道超车 让你在开工的第一天 就有着比别人更强的能力 能够获得今年你想要得到的结果 那祝福各位 大家晚上快乐 那大家晚安 大家拜拜 各位大家晚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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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晚安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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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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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